2008年9月28号 陕西省兰高县公安局啊 接到了一个报警电话 这电话呢还挺奇怪的 说有人自杀了 有人自杀报警 这有什么奇怪的呀 不是 人家说的是啊 是中邪自杀了 嗯 中邪自杀 这世界上哪来那么多中邪的事啊 公安机关接到报案之后啊 也认为这可能就是 简单的因为家庭纠纷啊 或者是什么邻里纠纷啊 引起了自杀性的事件 死者呢 叫陈红 34岁 住在兰高县一个偏僻的乡村 他的丈夫呢 常年的在外地打工 这一天呢 他在婆婆家看完电视 也困了 就自己回家了 可是第二天一大早上 就被人发现 吊死在自家的屋里了 警方来到现场 这么一看 他们家呀 非常的简陋 屋子里边呢 就一些基本的生活用品 空空荡荡的放着一张床 这死者呀 已经被放到床上了 看着惨不忍睹的 死者的家属就说 这陈红是因为中邪上吊自杀的 可是警方通过现场勘查 发现这起案子呀 没有那么简单 是不是自杀 还不好说呢 首先 在案发现场 发现了大量的不明血迹 一个要上吊自杀的人 怎么会大量出血呢 另外呀 死者的头部和膝盖 有被击打的痕迹 自杀之前 还来回自虐 又撞墙 又撞腿 可能吗 或者说 会不会是跟人搏斗 留下来的伤痕呢 第三 死者嘴里边 有大量的沙子 到底是像家属说的 中了鞋 自己吃的沙子 还是被人强迫着 往嘴里灌了沙子呢 这一系列的疑点呢 就没法不让警方怀疑了 他真的是自杀吗 如果是自杀 这些沙子 这些血迹 这些伤痕 怎么解释啊 如果不是自杀 那这凶手到底是谁呀 当然警方啊 最关注的还是 案发现场的血迹 这血迹呢 从床边 一直就延伸到了 门口的位置 到底这血是谁的 警方立刻提取了样本 交给法医进行鉴定 随后啊 送到实验室 进行DNA比对 检查结果表明 这些血迹 就是死者本人的 那陈红到底遭遇了什么呀 怎么流了这么多的血呢 是自己自虐 还是被人打的呢 在取得家属的同意之后 法医呢 也对死者进行了尸检 最终判断 死亡时间是 9月27号晚上8点半 到晚上10点之间 死者头部有被击打的损伤 两个膝盖那儿也都有伤 并且是生前伤 就是活着的时候造成的 警方也对这个伤啊 进行了分析 根据法医判断 死者头部和双腿 这伤痕形成的时间 和死者死亡的时间 几乎是相同的 也就是说这些伤 有可能是死亡时候留下的 死者膝盖的伤啊 应该不是外力暴力打击的 因为如果是暴力击打 一般情况之下 这伤啊 它不可能是对称的 而死者这两个膝盖 在同一部位 都有着同样的伤 这明显不是打的 打不了这么急 警方就分析 死者是不是在生前 在地上跪过呀 这是跪出来的伤痕呢 如果说他生前曾经下跪 他为什么要下跪 是自愿给人跪的 还是被人强迫跪下的呢 现在无论是现场的痕迹 还是死者身上的伤痕 都表明案发当天晚上 很可能啊 有人进入过死者的房间 死者在生前和犯罪嫌疑人之间 一定是有某种交流啊 俩人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死者惨死在家里 警方认为这是他杀 但家人就得说这是自杀 接下来啊 警方只能继续在陈红的家里进行勘查 寻找更多的线索 这时候有一名细心的民警 在死者家的窗台上有了意外发现了 死者的卧室里边那窗框上 有两枚带血的纸印 经过鉴定 这两枚血纸印呢 还不是死者陈红本人的 这也就证明案发的时候 有第二个人出现在案发现场 那这个人是谁呢 根据警方推断 那天晚上犯罪嫌疑人 先用重物击打死者头部 强迫他下跪 并且把沙子塞进了他嘴里 杀人以后呢 又制造了死者上吊自杀的假象 能一个人又杀人又伪造现场的 警方认为应该是男性 女性一般没这么大的力气 如果是男性 这个男人会是谁呢 很快啊 警方又在陈红的床下 发现了一部手机 这部手机呢 就是陈红的 打开之后 一看这通话记录 一看那短信聊天记录 有一条短信引起警方注意了 这条短信写着 老婆 你为何不接我电话 你知道我昨晚是怎样度过的吗 我的心在流血呀 你就这样不要我了吗 我的心里好痛 难道我们就这样散了吗 各位 关键看称呼写的是老婆 那会不会这短信 就是陈红的老公发的呢 那会不会他老公 就是杀害陈红的凶手呢 可这一查 发短信的呀 不是死者的丈夫 陈红的丈夫人 手机号不是这个 陈红的手机里呢 也没存到底这是谁的号码 这个电话号码呢 经过调查又是临时的 不是实名登记的 哎呦 那到底这人是谁呀 这边啊继续调查 另外一边呢 警方现在还得确定一下 这起案件究竟因何而起 是殷情 殷财 还是殷酬 法医尸检结果证明 死者生前 没有遭受过性侵害 所以啊强奸杀人的可能性 能够排除掉 而通过现场勘查 死者家里面的财物 也没有少 也没有被翻动过的痕迹 那么为财杀人的可能性 也能排除掉 死者家旁边的邻居说呀 当时呢 没听到有什么响动 也没听到呼救声 在村子里边 邻居都是离得非常近的呀 这都没听见 这就可以认定 死者应该是和嫌疑人认识的 甚至是非常熟悉的 要不这陈红 看见一个陌生人进入自己家 他不可能不喊 不可能不反抗 与此同时 警方的外围调查工作 也正在展开 陈红所在的这个村子呀 不大 只有一百多户人家 所以乡里乡亲的 对陈红的情况特别熟悉 大家相互之间都很了解 案发之前 他们没感觉到 陈红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乡亲们就都说 陈红这人呢 为人忠厚老实 没跟人吵过架 半过嘴的 这一番走访调查下来 也没发现什么线索 案件 这可就陷入僵局了 就在这时候 有一个女同志 来找民警来了 哎呦 有点支支吾吾 有点不好意思开口的 那个感觉 同志 我呢 听说过一件事 就就是听说啊 他呀 跟我们村 有一个男的 可能是有点挺 暧昧的关系 那个男的呀 是经常在外边跑车 哎 这个女同志提供的 这个线索 让这起案件 就峰回路转了呀 这背后到底有怎样的隐情 这个男的跟陈红的死 到底有什么关联 上期节目 咱们说了 那名女同志 给警方提供的这个线索 让这起案子 峰回路转 这个男的呢 姓王 这王某 如果确实和死者陈红 有暧昧关系 那么有没有可能 他和陈红的死 是有关联的 那条短信 会不会是王某发送的 最终啊 经过深入调查 确定了 给陈红发那暧昧短信的 就是王某 从通话记录也能看出来 9月27号晚上 王某和陈红 也有过通话 通话时间和案发时间 也相互吻合 那么接下来 就得把王某 请过来 好好的问问了呀 王某过来之后 面对警方的询问 很镇定 可是当警方问他 你是不是和陈红 有暧昧关系的时候 王某突然一下子 就紧张起来了 案发当天晚上 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王某究竟在不在场呢 对于陈红的死 王某是一百个不认 跟我没关系啊 但是警方明显感觉到 他在刻意隐瞒什么 警方进一步 对他展开询问的时候 问他9月27号 你在哪 干什么的时候 他说了 那天我在外地送货呢 好几天都没回来了 村民们呢 也证实 案发那天呢 确实没在村子里边 见过王某 那他说的是真的吗 会不会白天离开了 晚上就偷摸的回来了呢 可是最后啊 王某的一个同行 跟王某呢 一起在外地跑过 就证实 王某在外出期间 确实没回来 也就是说 案件发生期间 王某没有出现在现场 尽管说 确认了 这王某和陈红 的确有暧昧关系 但是王某 人有充分的不在场证据啊 这么一来 也就排除了 他的作案嫌疑了 这案子可又回到起点了 谁杀死的陈红啊 警方一开始啊 在现场勘察的时候 就发现有高跟鞋的痕迹 还有一些散落的长头发 一开始呢 警方也没怀疑啊 毕竟死者陈红就是一名女性 头发也不短 平时呢 他也有高跟鞋 那么有这种痕迹 有些长头发太正常了 不过呀 还是决定 把这头发收集起来 进行一下DNA的检测 谁都没想到这一测 测出不一样的事情来了 发现毛发 并不是死者陈红的 哎呦 到底是谁的呀 接着走访问这些村民们吧 村民们就说呀 陈红呢 是跟那小王有点暧昧啊 听说呀 小王他媳妇张丽 一直对这事怀恨在心 哎 那张丽 对这陈红 应该是有这种仇恨情绪的呀 他俩是有矛盾点的呀 再加上现场 发现了第二个人的头发了呀 那会不会是张丽呢 之前咱们说了 死者应该和嫌疑人认识 还特别熟 如果说是张丽杀死了陈红 俩人认识啊 太认识了 太熟了啊 那查吧 这一查 发现这王某跟张丽呀 夫妻感情不是特别好 警察登门拜访 这也不叫登门拜访 对吧 这叫上门问询 张丽表现的特别不配合 甭管问什么 就是不说话啊 反正就当没听见 不知道 但是 张丽身上有一个特点 还是引起警方怀疑了 因为他脸上有一处伤 明显是被抓伤的 眼睛呢 也有出血 有那种淤血的痕迹 警察来之后 感觉张丽 哎呦 还在有点故意掩饰 这脸上的伤 一会儿拿手遮着 一会儿拿头发 挡挡的 随后警方啊 在张丽家的炉灰里 还看到了一个破旧的衣角 对 只有衣角了 衣服啊 已经被烧了 就留下来一片衣角 民警们呢 把这衣角拿去给乡亲们辨认 有乡亲呢 就回忆起来 哦 这衣服 对27号 见他穿过 27号是哪天的 就是出事那天的 现在张丽的嫌疑意识越来越大 警方呢 就重点围绕张丽 继续展开侦察 在陈宏门口的一个沙子坑里边 警方发现了 有抓沙子留下的手印 手印的大小跟张丽的基本一致 还有一个铁证 各位您还记得吗 咱之前说了 在陈宏家卧室的窗框上 有写指纹呢 跟张丽的一对比完全吻合 事宜之词 张丽你再也没法抵赖了 他终于承认了杀害陈宏的犯罪事实 据张丽说呀 他丈夫出轨陈宏之后 他呢一开始也就选择了沉默 怕说出去丢人都相礼相亲的 但是俩人越来越过分 他就决定找陈宏谈谈 原本张丽跟陈宏啊 自己有自己的家庭 日子过得挺平静挺好 但就因为王某和陈宏的 这段并不光彩的恋情吧 彻底毁灭了这两个家庭 张丽说早在几年前 他就发现丈夫和陈宏的婚外情了 但是不久之前 丈夫的行为终于让他忍无可忍 张丽就爆发了 后来呀 张丽和陈宏不是聊天吗 说是聊天 说是把这事聊开了 聊不开 那一聊肯定得吵起来 后来陈宏呢 还有一回专门到张丽家来吵来了 这让张丽更生气了 好啊 你们干了这种事了 来骂我来了 更让他生气的是什么呀 丈夫不仅没有维护自己 反而啊 说陈宏就该打张丽 张丽这时候就彻底失去理智了 9月27号晚上 这一天啊 天色暗下来了 张丽呢 拿着事先准备好的木头棍子 沿着一条非常隐蔽的小路 来到陈宏家里 俩女人一见面 喷喷 五六可就打起来了呀 张丽啊 比陈宏厉害 很快就占据上风了 别忘了 张丽手里还有家伙事呢呀 他呢 就逼迫陈宏给自己下跪道歉 陈宏也感觉这事不光彩 所以也不敢大声呼救 这就是邻居为什么没听见动静 陈宏也打不过张丽 你再不道歉 被他打死了就 只能按照张丽的意思去做 就跪下来了 本来呀 事已至此 这张丽出完了气也就得了 可就在这时候 陈宏的电话响起来了 张丽一看好家伙 给陈宏打电话的 是丈夫王某 自己的丈夫给他打电话 你俩我这狗男女啊 张丽本来想停手了 这回情绪是彻底癫狂了 于是抄起来一根绳子 就结束了陈宏的生命 随后又从门外抓了一把沙子 塞进了陈宏的嘴里 制造陈宏中邪自杀的假象 至此 案件终于真相大白 死者腿上的伤 是下跪造成的 嘴里的沙子 是张丽塞进去的 陈宏根本没有中邪 是啊 哪那么多中邪的事啊 最终啊 经过法院审理 张丽蓄意谋杀罪成立 被判处死刑 再说说王某吧 警官说他没罪 对吧 这件事没有参与 不用得到法律制裁 但是 自己的情人 被自己的妻子 活活害死 情人死了 妻子呢 也被判了死刑了 两个女人呢 这一下啊 都成了空了 相信这王某啊 这一辈子 这内心 也无法得到安宁了 在香港 有很多当地人 都有着去茶室里面 喝茶 叙事的习惯 在众多茶室里面 最为出名的 就是在中环的 陆宇茶室 这是一家 1933年的老店了 很受大家的欢迎 尤其是 很多上流人士 在2002年 11月30号 早上8点 一位意气风发的 中年男子 带着另外三个人 走进了 陆宇茶室 走在最前方的 这个男子 他叫林汉烈 这个人啊 他可了不得 他1948年 出生于广东潮州 十几岁来到香港 在一家工厂里打工 他做事勤奋 白天努力工作 晚上还要努力学习英语 靠着自己的努力 他后来就成为了一家 贸易公司的买手 在积累了足够多的经验 和人脉之后 又自立门户 成立了利融洋行 从上世纪的80年代开始 他和欧美的大型 连锁商店开展合作 赚到了第一桶金 之后 他的产业 是越做越大 又开始投资房地产 最终 他从一个打工仔 变成了亿万富翁 虽然身价过亿 但是这个林汉烈呢 还是非常节俭的 要说 他唯一比较花钱的地方 就是非常喜欢雪佳 基本每天都要抽上好几只 也因此被人们叫做雪佳林 林汉烈呢 他是这个路雨茶室的常客了 基本上每天都来 在11月30这天 见到林汉烈来了 茶室的伙计就立刻迎上去 带他来到了最里面靠近厕所的第18号桌 这个桌子是林汉烈的专属座位 每次他来都要坐在这里 接着服务员为他泡茶 端上桌 林汉烈和其他几个人呢 就一边喝茶 一边聊天 这个时候啊 在旁边的厕所里 有一个年轻男子走了出来 看到有人过来 林汉烈看了一眼 并没有在意 可是就在这个男子走过他们这个18号桌的时候 突然猛的一下 用右手从后面 钩住了林汉烈的脖子 紧接着左手掏出一把枪 对着林汉烈的太阳穴 砰的一枪 林汉烈的脑袋瞬间开了花 所有人都被吓住了 而此时凶手又开了第二枪 之后他放开林汉烈 不慌不忙的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 拿走背包 走出茶室 消失在了人群当中 整个过程不过30秒 在座的人们都没有反应过来 15分钟以后 警方赶到现场 立刻封锁了周边的街道 林汉烈呢 也被紧急送到医院 但是很不幸啊 脑袋上直接中了一枪 这已经无法挽回了 林汉烈的左太阳穴中弹 这颗子弹贯穿脑干 从又太阳穴又穿出 警方从现场提取到了这枚子弹 但是没有找到弹壳 因为凶手当时是从厕所里出来的 于是警方又对厕所进行搜查 最终发现在地面上 有一支没有被点燃的 大陆产的香烟 这支香烟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因为来这里喝茶的大多都是本地人 没有抽大陆香烟的习惯 那么这支烟呢 就很有可能是凶手留下的 难道说这凶手是从大陆来的 可如果是这样 他和林汉烈应该没有什么交集才对 那他为什么要杀害林汉烈呢 为了找到更多线索 警方对店里的服务员展开询问 其中一个小伙子回答说 因为早晨人不多 他对那个陌生男子 还是有些印象的 大约在林汉烈来到店里45分钟之前 这个男子就已经来到店里 独自坐在了14号桌 他点了一些点心和茶 等林汉烈来了以后 这个男子的手机 似乎是收到了一条信息 他查看之后 就到柜台结了账 又询问了厕所的位置 之后就走进了厕所 几分钟以后 这男子从厕所里出来 然后就枪杀了林汉烈 不仅如此 服务员表示 这个男子说的是普通话 而且他在前一天的早晨也来过 当时他在这里待了大概一个半小时 但是那一天 林汉烈没有来喝场 所以那天早晨在9点左右 这男子就离开了 那么据此警方推测 这个凶手 他应该就是在前一天 就已经计划要杀害林汉烈了 但是没有等到人 所以才改到了今天 此外 从他查看手机短信的这个举动来看 警方猜测 这也许是一起雇凶杀人案件 毕竟就像之前推测的 这个凶手本人 他如果真的是来自大陆 那么他和林汉烈之间 应该不会有交集 那么他收到的这个短信 应该就是幕后主使在发号施令 那么这个人 他会是谁呢 首先 警方按照目击者的描述 绘制了模拟画像 接着开始在茶室周围展开走访调查 但遗憾的是一天下来没有什么进展 不过另一边却传来了好消息 在第二天下午 上环信德中心二楼 一家快餐店的清洁工 在一个座位下面 发现了一个黑色的背包 一开始他以为这是客人不小心遗忘的 但是等了一天 却没有人来认领 快餐店的经理感到好奇 就打开了背包 惊讶的发现 这里面装的有一件戴雪的T恤 一件戴雪的外套 一双球鞋和一只手枪 于是他立刻就报了警 后经过弹道比对检验 警方发现 这把枪正是杀害林汉烈的凶器 并且在衣服的血迹上 也提取到了林汉烈的DNA 这说明这些都是凶手留下的 但这也让大家感到好奇 凶手为什么要把凶器扔在这个地方 毕竟这家餐厅它是位于上环 而鹿与茶室也就是现场是在中环 而且这两个地方还是有着相当一段距离的 那么他有没有可能是为了扰乱警方的视线 现在还不清楚 虽然他这目的暂时还搞不清 但是警方在这个快餐店里面也有其他的新的发现 通过调取快餐店的监控录像 再结合鹿与茶室现场的目击者指认 警方在监控里面找到了一个疑似是凶手的男子 这个人看起来确实像是大陆人 年纪应该在25到30岁左右 身高1米6左右 短发比较瘦小 肤色较深 于是警方据此又重新绘制了凶手的画像 并且悬赏100万港币征集线索 很快一个出租车司机向警方报告 说在案发前一天早晨 他曾经拉过两个说普通话的男子 其中有一个在鹿与茶室下车 另一个在威灵顿街下车 其中在鹿与茶室下车的男子 很像是警方要找的那个凶手 而另一个人呢 看起来和凶手好像很熟悉 那么这就让警方感到怀疑 这凶手可能不止一个 而且很有可能已经离开香港逃往内地了 于是他们就立刻把这个案件信息 告知了广州和澳门警方 请求协助调查 最终经过耐心的寻找呢 香港海关从监控里面 找到了一个和凶手非常像的人 他的证件显示 他的名字叫做洪东 广东人 紧接着 珠海海关也在监控里发现 这个洪东确实出现了 而且和他一起的 还有一个男的 应该是当时在出租车上的 他的那个同伴 都是从香港入境 那因为推测凶手有两个嘛 所以说这两个人 那就非常可疑了 然而接下来 当广东警方找到了这个洪东之后 却发现他不是凶手 这个洪东呢 其实是一个专门做假证件的假证贩子 除此之外 让警方感到奇怪的是 这个洪东的真人 和之前在监控里面看到的 那个凶手的样子 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凶手是一个瘦子 相反洪东呢 比较胖 后来警方仔细一问才知道 原来啊 那两个凶手 前段时间来找他做假护照 洪东当时也不知道是怎么想的 就把自己的名字给放进去了 什么意思呢 他给凶手做的那个假护照上 给凶手取的假名 就叫洪东 用了他自己的名字了 所以说呢 警方当时在监控里看到的 那个确实是凶手 但是凶手的名字并不是洪东 凶手的假证件上 名字叫洪东 所以警方找到了真的洪东 这等于是搞了一个误会 还有点绕 不过好消息是呢 这个洪东也借此机会 知道了那两个凶手的名字 那俩凶手 一个叫杨文 另一个叫张志欣 都来自湖南原江 杨文就是其中那个动手的 长得比较瘦的 张志欣呢 就是一直跟他在一起的那个同伴 那么现在锁定身份了 接下来呢 也就好办了 广东警方立刻就赶到了湖南原江 在当地警方的协助下 查到了这两个人的户籍住址 但当警方来到了这两个地址以后 却发现杨文和张志欣全都不在家 亲戚朋友对此也不清楚 不过就在警方感到一头雾水的时候 原江市当地公安局的一个刑警 提供了一条奇怪的线索 这个刑警姓乌 他的弟弟叫做乌卫吾 这个乌卫吾前两天突然找到这个刑警 问他说是不是最近有广东的警察来查案子 查的是什么案子 要抓谁等等 问了很多问题 那么吴卫吾他为什么要关心这些事情呢 在警方的追问之下 这个吴卫吾才承认 说自己有一个朋友叫杨文 还有一个叫做张志欣的人 前两天他们俩一起找过自己 说是在深圳和人打架出事了 知道自己的哥哥是警察 所以希望吴卫吾帮忙打听一下 这杨文和张志欣 这不就是警方要找的凶手吗 这个吴卫吾表示 前两天杨文和张志欣 都在一个旅馆里住着 但现在在哪不太清楚 于是警方就立刻赶到旅馆搜集线索 旅馆的老板娘说 前两天这俩人确实都在这住 期间还有一个女的来找那个张志欣 这个女的应该是张志欣的女朋友 那根据线索调查 警方最终找到了这个女朋友 最终在这个女朋友的交代下 警方终于在长沙一个出租屋里面 抓住了张志欣 张志欣到案之后 对协助杨文杀害林汉烈的事情供认不讳 但是他拒不交代杨文的下落 那么杨文最终是如何落网的呢 这事其实也挺巧的 2003年1月29号 原江市一个市民在看到了杨文的通缉令之后 向警方举报 说自己前段时间在张家界的一个同学的家里 见到过这个杨文 于是警方就秘密追查 最终发现啊 这个杨文也藏在了一个当地的出租房里 那这就好办了 警方直接来了一个瓮中捉鳖 最终把杨文也顺利的捉拿归案 现在两名凶手都抓住了 但这件事呢并没有那么简单的结束 别忘了我们之前提到的推测啊 这很有可能是一起雇凶杀人案件 在这两名案犯的背后 那个幕后主使又是谁呢 这是一个复杂的故事 我们得先从杨文的经历开始说起 杨文呢当年还当过兵呢 他1977年出生 因为家庭条件比较艰难 在中学毕业以后就入伍当兵了 那段时间呢 他是非常努力的 被选为新兵班的副班长 还被授予过优秀士兵的奖章 而且在98年抗洪期间 还得了三等功 在98年退伍之后 为了帮父母减轻负担 他就独自到东莞打工 但是收入非常少 后来他父亲眼睛受伤了 需要手术 但是没钱啊 还是战友们很热心的给他凑钱 这些战友其中 就包括那个刑警的弟弟吴卫吴 当时这个吴卫吴在深圳工作 得知杨文的日子很艰难 就邀请他也来深圳 也正是因为这个机会 在这儿他认识了张志欣 张志欣比他大四岁 也是为了减轻父母的压力 来外地打工 杨文在来到深圳以后呢 吴卫吴和其他战友们 就又帮他凑钱买了一辆摩托车 他就天天开黑摩迪 但是没想到啊 刚刚一个月就被交警抓住了 把摩托车给没收了 工作上接连失利 让杨文非常难受 在那个时候呢 张志欣啊 跟着一个叫做谢冰的黑老大 一直在鬼混 这个谢冰呢 也是湖南人 后来去了香港 还因为抢劫被判了14年 出狱以后呢 谢冰到澳门的普京赌场担任经理 张志欣就是在这个时候 开始跟着谢冰的 因为大家都是老乡嘛 那后来张志欣 在认识了杨文之后呢 就整天带着杨文 出入各种娱乐场所 因为他工作一直不顺心嘛 帮他解心宽 带他每天来吃喝玩乐 但是这样的经历啊 让杨文渐渐的有些迷失了 正好在那段时间 发生了一个什么事呢 谢冰他毕竟是混道上的 天天搞破坏 让张志欣到广州 去帮他打砸一家公司 张志欣当时呢 就带着杨文一块去了 其实一开始杨文是抗拒的 但是事成以后啊 把那公司给砸了以后呢 马上他就拿到了谢冰 给的一万湖南老家 并且在到家以后 收到了谢冰支付的 总计三十万港币的尾款 直到最终被警方抓获 那随着杨文和张志欣的落网 在12月18号 谢冰也在云南被警方捉拿归案 在被抓以后啊 谢冰也承认是自己指使他们去杀人的 但是自己呢不是案件的主谋 因为他也是受人之托 才让他们去杀害林汉烈的 而指使他去做这件事情的人 换句话说 他的上家叫做刘一贤 那这个刘一贤又是谁呢 警方一查啊 发现这个人来头不小 此人1959年生 老家也在湖南 在20岁的时候 偷渡到了香港 加入了当时在香港很厉害的湖南帮 这个湖南帮呢 是当时在香港非常强的一股势力 顾名思义里面都是湖南人 刘一贤这个人呢 做事心狠手辣 自打加入湖南帮 但凡是暗杀呀 绑架之类的这样的恶性行为 他都会主动请英 因此在帮内 被封为是湖南帮的行动组组长 深得帮派大佬的器重 后来呢 湖南帮的解散和这个刘一贤 也有非常大的关系 因为当时呢 他刺杀了一个叫做陈耀星的人 这个陈耀星 他是香港的一个国际性黑社会组织 叫新一安的骨干成员 而且这个陈耀星和梅艳芳 张学友等等巨星 都有着恩怨纠葛 而这个新一安呢 其实是天地会的后代 三合会的一个分支组织 也正因此 陈耀星被刘一贤刺杀 那么就进一步的引发了 三合会和湖南帮的大量的冲突 而这个冲突增多变得激烈了 香港警方就开始趁此机会 出面打击黑社会势力 那湖南帮当时迫于实施 就地解散了 因为当时刘一贤 他杀害陈耀星 没有留下明显的证据 警方后来也没办法 只能把他逐出香港 但实际上刘一贤 并没有真正离开 他潜伏下来 在幕后操纵着 很多违法行为 根据谢冰的供述 说在2002年 刘一贤找到自己 让他杀死林汉烈 事成以后给他110万报酬 但是他为什么要杀害林汉烈 刘一贤却没有说 于是带着谢冰的供述 警方又找到了刘一贤 可是万万没想到 刘一贤竟然也表示 自己和林汉烈 没有任何矛盾纠纷 自己也是受人之托 2002年9月 刘一贤接到了一个委托 说有一个叫杨家安的人 让他去杀掉林汉烈 并且给了200万筹金 那么这个杨家安又是谁呢 他是不是真正的幕后主使呢 警方一查 发现这个人竟然是一个演员 曾经在大侠霍原甲当中 扮演陆大安 凭借这个角色一炮走红 后来还参演了陈真 在相虎山行等等 很多武打电视剧 杨家安曾经在影视圈子里 担任武术指导 和一些黑帮分子都有过交往 其中就有刘一贤 两人关系不错 后来还结拜为兄弟 所以说杨家安委托刘一贤去办事 这也是有可能的 那么进一步调查 发现这个杨家安啊 他之所以当年能够参演大侠霍原甲 能够走红 其实是因为有一个贵人 在背后相助 这个人是一个比他大三岁的女导演 姓蔡 咱们叫他蔡某 具体是谁 咱就不说了 其实有心的朋友 如果好奇 一查能够查到的 为什么不说这个人呢 因为蔡某在这个故事当中啊 是有比较重的角色 蔡某对杨家安有知欲之恩 对杨家安的能力非常认可 因此才帮他拿到了 大侠霍原甲的角色 而蔡某自己呢 也是年轻有为 除了影视行业 他还鼓励杨家安经商投资 后来还把富豪林汉烈 介绍给了杨家安认识 林汉烈多次把手里的工程 交给杨家安去做 杨家安因此赚了好几千万 可以发现这个时候啊 杨家安和林汉烈 应该是友好的合作关系 那么他为什么要指使刘一贤 去杀害林汉烈呢 因为虽然一起赚了钱了 但是杨家安渐渐的发现啊 林汉烈对蔡某有想法 这让杨家安感到有些吃醋 毕竟杨家安和蔡某是知欲之恩 再加上多年合作 在经商期间 蔡某一直在帮他 而蔡某本人也长得美丽大方 杨家安对他呢 其实是非常有好感的 相对的 蔡某对杨家安其实也一样 并且后来两人据说呢 也确实算是走到一起了 但是转眼来到了1997年金融危机 杨家安的生意上 资金链断裂 濒临破产 而林汉烈呢 比较聪明 他在危机到来之前 把所有的地产都卖出去了 躲过一劫 那蔡某和杨家安在这个危急时刻 就找林汉烈救急 林汉烈说可以 但是条件是让蔡某跟他在一起 那为了拯救苦心经营的事业 杨家安和蔡某商量之后呢 决定分手 于是蔡某就成了林汉烈的女人了 而杨家安的资金问题也由此得到了解决 然而在几年之后啊 风水轮流转 林汉烈的公司又突然遭到危机 无奈之下就让蔡某去找杨家安帮忙 蔡某出面 杨家安当然就答应了 先后给了一个多亿 但实际上他一开始并不知道 这些钱其实都被林汉烈拿去了 如果知道 杨家安肯定是不会给的 再往后 2002年5月 就在案发大约半年多前 蔡某患上了宫颈癌 林汉烈由此开始嫌弃他 对他越来越冷淡 之后又过了一个月 蔡某因为精神压力太大 从16楼一跃而下 结束了只有52岁的生命 自己深爱多年的女人 最后被折磨而死 杨家安的心里 肯定是恨的 再加上之前各种金钱上的纠葛 他确实是有杀害林汉烈的动机 当然最重要的是刘一贤的供述 他说是杨家安在直视自己 于是2005年12月2日 杨家安被警方逮捕 但这真的就是最终的真相吗 其实还真不好说 对于顾兄杀人的指控 杨家安是矢口否认的 他表示在那一年 其实自己首先是接到了一个台湾的黑道大哥 叫陈俊杰的电话 陈俊杰说有一封信 让他转交给刘一贤 但他并不知道这个信的内容 竟然是林汉烈的照片和个人信息 换句话说 杨家安声称自己只是一个传话的中间人 不是幕后主使 然而刘一贤的说法却恰恰相反 他说林汉烈的照片和个人信息 都是杨家安直接交给他的 并没有提到什么台湾大哥陈俊杰 而且当时杨家安解释说 自己的朋友和林汉烈有纠纷 因此想让林汉烈出事 但是并不想让他死 另一边再说说谢兵 谢兵虽然他认罪 但是和刘一贤一样 也是到处推脱 说自己没有下令杀死林汉烈 只是要教训他 但是杨文和张志欣 显然是做过了头 但是这几个人 他们到底谁说的是真的 没有人知道 我们只知道 林汉烈的死和这几个人 都有直接的关系 至于杨家安的背后 是否还有一个台湾大哥 那是以后的问题 于是在2007年7月 杨文被判处死刑 杨家安 刘一贤 谢兵 都被判处无期徒刑 张志欣被判处 有期徒刑13年 吴卫吴因为包庇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 那么到这儿 林汉烈的死也算是画上一个句号 虽然这个句号不太完美 我们还不清楚 背后那个台湾大哥到底存不存在 不过在这起案件当中 我们抛开其他人不说 这起案件里面最让人唏嘘的 其实还是那个杨文 一位曾经的军人 一位抗洪冲在第一线的勇士 最后呢 竟然成为了一个杀人犯 直到杨文被判处死刑 在湖南老家的亲戚们 依然不敢相信 杨文竟然杀人了 但是再多的质疑 也无法掩盖他的罪行 杨文的经历也让我们看到 即使一个人的内心曾经非常正义 当他面对各方的诱惑时 依然有可能会做出错误的抉择 而等待他的结果 也必然是法律的严惩 所以说 在人生长路当中 尤其像杨文那个年纪 二十四五岁这样的年轻人 面对每一个岔路口时 如何抉择 是一个很值得谨慎思考的问题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